我們來看看和中共國的超限戰當中所面臨的技術問題 你對總統的抖音交易持什麼態度呢 我認為可以將TikTok這個交易作為其他類似情況的示範 TikTok就是中共的戰略資產 順便一提大疆無人機都一樣 它佔據了我們無人機市場90%的份額 我們國土安全部說 它們會用這些無人機來識別關鍵的基礎設施 和分配給我們的執法隊伍到處使用 但沒有人去管這些東西 你知道還有一個華大基因 一個基因公司可以獲取美國人的基因材料 通過這些材料來取得潛在的基因弱點 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有一個全面的戰略方案 來阻止中共試圖利用這些商場技術 大規模地滲透到我們的國家 你應該是可以將這些事聯繫起來的最佳人選之一 Raheem已經做得很好 他可以回答有關誠信項目的問題 如果你從三個領域來看中共 如何從總統的手裡可以贏得這次大選 他們會用法律戰 他們有訴訟的律師 你可以看到他們法律團隊的規模 他們還組織了一支街頭部隊 你比我們更了解街頭上的情況 你知道需要採取哪些執法行動 來令到這些地方重新變得安全 但更重要的就是正如郭文貴所說 他說社交媒體是中共國最強大的武器 是中共最大的武器 他們操縱著主流媒體 裡面有Facebook Twitter Google 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想請你暢所欲言 當你看到他們將這些勢力聚集在一起 試圖從川普的手裡奪走這次合法的選舉 你對大家有沒有什麼警示呢 首先有關郭先生的評論 令克林頓看起來有多愚蠢 還記不記得他曾說過中共無法控制互聯網 他說對中共來說 控制互聯網就好像將啫喱釘在牆上一樣那麼難 但他們真的做到了科技的目的 就是為了能夠試半功倍 所以極權主義政府都可以利用科技 達到試半功倍的效果 我認為這就是90年代美國政界非常失敗的一部分 如果美國的科技公司真是愛國的話 那就好了 這種要求很過份嗎 大型科技公司討厭美國 是我書中某一張標題之一 這個裏面說到我們面臨緊的挑戰 你最近不是就是入了推特這個監獄嗎 我記得見過一些釋放冕謙的推文 人家因為一些東西標籤了你 我都有相同的經歷 但重要的是 這些大科的企業 無論他們怎樣 都想要控制我們的看法和我們的思想 以便控制我們的行為和表現 至於Google 在川普總統贏得2016年大選之後 他們進行了員工的內部會議 來探討當時川普總統當選出現的挑戰 以及他們必須更加努力阻止他們 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團隊必須更多人力 在法律層面對他們進行追詐 我認為我們必須更強硬地推出反壟斷法 通過聯邦通訊委員會出台政策施壓他們 這就是為何川普的第二任任期那麼重要 國會永遠不會監管這些大型科技企業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被大型科技公司收買了 這些公司僱傭國會議員的親戚 比如Zuma的親戚 現在在Facebook工作 你覺得他會同意Facebook受到監管嗎? 當然不會 這些只是他想要的 所以我們需要進入了 總統行政命令這個程序 這個需要總統連任才可以完成 通訊領域必須成為總統第二任期內重點關注的問題 在Facebook工作室 在Facebook工作室 在Facebook工作室